这个碑它记载 当时这个景教在大唐的一些传播的 一个珍贵的一些片段 例如它在唐太宗贞观九年 阿罗本等入华 在贞观十二年 太宗赤令亦宁坊造大秦寺一所 唐玄宗时期 它令他的兄弟五王清临景寺设立神坛 并且它命高丽寺将五圣血真 安置于景教寺内 并且他还给景教寺院 清提玉笔匾额 在唐代宗时期 每逢圣诞日 会给寺院送去美味佳肴款待景僧 据景教碑的记载 从太宗景教的入华 一直到景教碑德宗时期的 景教碑的堪客 这一段时间 除了武则天之外 最高统治者 几乎都对景教表示了好感 在兼容并序思想下 就是来自于波斯的仙教 模拟教和徐利亚的景教 在唐土都得到了一个自由的发展 传播 优优独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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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